大家好我是犬哥 今天要來看的電影是未來3D版本的 比列寧恩的終場戰士 這部影片不會有劇透 主要的重點會擺在我看未來3D版本的感受上面 所以請大家放心觀賞 我之所以會決定看這部電影有三個原因 第一他是李安拍的 第二預告片搭配音樂整體的感覺非常吸引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李安使用了嶄新的實驗性技術用4K 120fps 3D的手法拍攝這部影片 全球只有五間戲院有對應的設備可以看到這種嶄新的技術 而台灣運氣很好的剛好就有一間戲院可以放 李安的手在地也不遠 所以我就想說喔這機會難得啊可不是天天有啊 於是就拍拍自己的口袋然後一邊說服自己說 嗯800塊而已嗎 全球只有五家戲院看得到耶 這樣想想800塊很便宜很划算啊對不對 於是我就開開心心花了800塊買電影票 耶800塊還是不少錢啊呵呵呵 總之我是抱著一個朝聖的心態去觀賞 然而我在觀影之前擔心的是自己對畫面會不會有不適應的感覺 舉個例子 相信大家都在經過電器行或是大賣場賣顯示器專具的經驗 而每當我看到那些標榜著4K啊 什麼有的沒的很厲害光能的顯示器時 通常是最貴的那幾種機型 我對於當中影像的畫面都會有一種覺得不協調的排斥感 它的畫面在我看來都會有一種瞬間被加速的效果 對我來說那種其實是有點詭異的感覺 比如說同樣都是類似這樣子 你現在看到風景星星或是太陽的畫面 在那些高階的顯示器當中看起來就會有被特別加速 顯得特別快的感覺 我也不曉得那是什麼樣的原因 我猜測可能是那些顯示器有自己特殊的畫面處理方式吧 如果你知道的話麻煩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幫我解惑 不過索性在看未來3D版本的時候沒有這種不協調的感覺 值得一提的是 過去看3D電影只要戴上眼鏡後 影片畫面的亮度都會顯得比較暗 當然這次未來3D版本所有的畫面呈現都非常清晰非常明亮特別 好像有種你用放大鏡在看這部電影的感覺 只是你的放大鏡範圍涵蓋了整個螢幕 你甚至可以看到演員的毛細孔 那是有點難以形容的沉浸在其中的感受 感覺比起你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東西還要更仔細 前面幾次臉部特寫的鏡頭甚至讓我不小心出戲 讓我一直在想 喔這皮膚保養的真好啊 說好的皺紋呢 嗯? 在文系上你能夠很直接看見演員的情緒 就是完全假不了的東西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他被比喻成像是在看古台劇一樣 是一種虛實融合交錯的感覺 也絕對是台詞和演員的一大考驗 至於這種嶄新肯實驗性質的拍攝手法 我覺得使用比利林恩的中場參試這個劇本 作為他實驗的出發點是相當適合的 因為他同時包含了很深刻的文系部分 同時也有一些動作場面 動靜的兩個要素都包含在其中 拿來做實驗可以說是恰到的好處 片中只有少數的動作戲跟槍戰場面 但是我個人非常期待未來這種技術能夠運用在動作場面更多的電影 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就是因為他看起來還蠻爽的 很像在玩射擊遊戲的感覺 不過話說回來 我個人目前覺得這種視覺的呈現方式 並不適用於所有類型的電影上面 我猜想有時候我們看電影所追求的反而是那種虛幻飄渺的感受 在沒有那麼真實沒有那麼多資訊量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夠在腦海裡激發出一些自己的想像力 也許正是因為這些不夠精準的想像力才讓我們覺得一部電影好看 覺得一部電影引人入勝 能夠讓我們感覺到驚奇 或許過分認真實反而會剝奪掉我們對於想像的美好 你知道有種東西叫做朦朧美 朦朧美你懂得 朦朧美這種東西就是因為你沒有辦法完整得知他的全貌產生一些距離感 而距離又產生了美感 又多了一份憧憬 這種憧憬或許才是我們所追尋所渴望的方向 人們為什麼喜歡看電影 因為我們看的是平常不會發生在我們周遭的故事 如果當看電影這條虛實的界線完全被打破之後 電影真實到成為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一部分時 我覺得人們喜歡看電影的慾望反而會下降 因為裡面的故事已經變成你人生的一部分 那這樣子還有什麼樣的樂趣可言呢 好暫停一下 你是不是都聽不懂我剛剛這段話在講什麼呢 沒關係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的到底在講什麼 總之人們感受故事的方式和形態一直都在改變 也許二三十年之後這個技術對我們來講會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屆時又會有新的媒介 也能夠讓我們用不同的方式來體會故事 而我很慶幸自己能夠生長在這樣科技快速進步的時代 最後來稍微講一下看完這部電影本身的想法 整部片都充滿著諷刺意味 我覺得電影中要傳達的理念跟印象都非常的棒 電影中文片名又取得更是絕妙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士代表的不僅僅是比賽間的中場表演 更是他對於自己人生道路的喘息以及反思 然而就有自己的感受來說 電影的力道並不是非常強烈 他試圖點出很多的元素跟議題但在每個議題上都僅有淺淺的琢磨 所以電影帶給你的是在你看完之後有很多那種淡淡的好像值得細細品味思考 但是又說不太清楚的感受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士絕對沒有國外影評普遍負面看起來都那麼糟糕 它是一部適合稍加品嘗的小品電影 它沒有辦法讓你覺得很驚豔 也沒有辦法讓你覺得眼睛為之一亮 有的時候甚至有點混亂突兀 不過我在想有時候這種顯得平淡有時候顯得混亂突兀的內容 是不是反而更添寂我們的真實人生 是不是更像我們的日常生活呢? 總而言之這部電影會很吃觀音者的胃口 如果你能夠接受比較小品的故事 不帶有成見 不帶有太多預設立場去吸氣體味這部作品的話 它能夠帶給你一些小小的啟發 那如果你是崇尚那種看電影就是要 就是要爽啊 大故事啊大場面大劇情啊 那種人 那這部電影可能就真的不太適合你 最後建議大家如果口袋夠深的話 真的該去看看未來3D的版本 我沒有在幫片商打廣告 而且沒有片商要找我 可…可惡 都沒有片商要找我 去電影院感受一下不同過去的觀音體驗是真的挺不錯的 錯過這次你就沒有機會這麼清楚的看到一堆拉拉隊員囉 以上就是今天的卷歌看電影 然後最後面來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這個頻道或是卷歌看電影之後的未來方向 因為卷歌開始上班了 所以之後可能影片的更新的速度又會再更慢一點 那當然是未來是希望說一個月最少能夠有一部影片啦 那就還是請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包涵 那只是我本來也很想要在這個週末做出 常常搞烘發的影片 但是因為我沒有時間了 我做不出來 那甚至因為我覺得那部影片 很妙很有趣 所以我很想分享給大家這樣子 那反正總之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卷歌 希望卷歌每個月都還是能夠有一支影片 總而言之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把它分享出去 對就是按讚 有沒有看到旁邊訂閱頻道 旁邊大姆哥按下去 然後去FB粉絲專頁按讚 然後找你的朋友 把連結貼給他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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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